我叫Michael 有一些資料 我登記8號來 所以往後面8號有我的投影片 跟那個比較詳細 上一次的錄影 在宮殿上的直播錄影 今天我講話會很快 所以就會略過很多細節 然後我們有一些工作表 很長 所以現在你要看的話 三個一共才看完 這個的話就是 如果有人有興趣再跟我問 然後呢我先來投影片 我今天要說的是 用語無圖來分辨 分析這個文本的東西 大家知道這是一個新聞從每個專案 那今天這些就是 然後那個語無圖這個東西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 反正這個東西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 是說因為在工業界已經差不多有半個世紀以上在使用的 它討論人跟人之間的問題是可以用 它討論人跟機器之間的問題是可以用 甚至是討論機器跟機器之間有什麼問題 它也可以用 所以這個系統很穩 一個已經在人類世界已經用了很久 整個工業文明 所以我就用這個東西來做 然後這樣子的話我細節會省略 因為有一個草圖在我手上 這邊的話把我這個人當作一個文本 文字或者是一個竹字稿 或者是一個影片的一個標記時間 我們給它排出 什麼原因細節分類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這邊我剛剛說這邊是個人 所以我這個人是一個文字 這一段文字就會給它牽扯到這邊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討論 我們工程師現在在弄那個後段 弄JS 那他有講說 他因為他習慣的問題 所以他希望能夠找說 那個前端的部分 那個也是JS 然後因為他主要是設計的問題 所以說他 因為他設計習慣可能會怕人家 所以他就希望這一部分的工作 我們能夠再找一些人來做 然後這樣子的話 剛剛那些畫面 我們可以在直播的時候 做節目 新聞節目的時候 直播投影畫面 投出去給那個外面的觀眾看 大概就這樣子 重點是那個 剛剛說要找JS還有UI UI跟UX的人 那如果也懂後端的 NoJS的話 也可以來加入 好謝謝 下一個是坑利利歐 然後再來是 以前本來是 謝謝 謝謝 我來這個